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洛曼的髮型頻道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男生頭腳的修飾以及斷層該如何解決 那在教學開始之前 如果我們來訂閱這個頻道 先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教學準備開始 Let's go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模特兒 那今天要幫他剪一個日系的短髮 然後在剪髮的時候 兩邊是要做修剪的 要推短 這陣子很多同學在詢問 兩側的連接在推完之後 該怎麼做好以及頭腳的修飾 今天就詳細的教給大家 在剪髮之前呢 我們可以先找到 模特兒的頭腳位置 以及他後腦勺的整骨區 那頭腳怎麼找呢 我們可以先打開我們的手 放在我們的頭兩側的角度這裡 這樣放上去 你從手掌這裡 你會感受到 他有兩個凸凸的位置 這就是他的頭腳 找到頭腳之後呢 我們直接從這個位置 做一個分線 那分線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我們的月牙夾 然後往前梳 頭腳位置找到之後 把頭腳上面的頭髮 都直接夾起來 保留下面的這個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兩側的頭腳位置分區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來找後腦勺的位置 那我們在找後枕骨的時候 一樣用手掌貼著 這樣放下來 你就會摸到一塊比較凸的點 這個就是他後枕骨的位置 再從這裡分一個區域 後枕骨的位置分上下兩個區域 夾起來 好那接下來啊 我們就是把後枕骨的區域 跟側邊這裡一起做一個分線 好這樣側邊啊 跟頂部區整個劃分線就出來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就是 歐美規格的電檢 以及4.5mm的公分套 來做推檢的動作 我們在踢的時候 上面這裡做一點預留 然後下擺這裡 直接推掉 像這樣 預留起來的效果啊 大概就像這種感覺 那長度呢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可以預留大概這整個梳子的寬度 那如果你是比較有經驗的啊 你就可以再往上踢一些些 這是沒關係的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就是教這樣的頭腳 該怎麼去做連接 那我們先把下面的長度都先踢掉 這樣 這樣預留 下面用4.5mm修完了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直接換成梳子 然後先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平梳上來 然後下面這裡是貼在頭皮上的 然後上面這邊 它是有一點空間的預留 你看 這邊是有一點空間的預留 並不是完全貼的 這邊並不是完全貼在頭皮 梳子前端有一點往外的動作 來這樣梳進去勾出來 長度做修剪 就是這個動作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連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你完成這個動作啊 它連接感就出來了 而不會像這樣有一個斷層的這種效果 那我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梳子 梳進去 然後 拉一點出來 然後去腳 這樣它就會慢慢的連接上來 所以 一樣動作 平梳進去勾出來 去除 平梳進去勾出來 去除 然後重複這個動作 去做一點修飾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可能沒辦法像我這麼精準 現在拉出來修完就完成 所以我們可以多重複個幾次 好 到這裡啊 你會發現它的連接已經 比較好了對不對 但是要再更好 該怎麼做呢 這個時候啊 我們剛剛是平梳的對不對 接下來梳子換成直立的 直立的 一樣 這邊是貼在頭皮上 上面這裡不要貼 一樣有一點斜度 這邊貼著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手指的空間 內層這裡是有一個手指空間的 並不是完全貼著 如果完全貼著下一推 這裡就會缺一個腳 所以我們平梳上來 這邊預留一個手指 然後把這個角度 再稍微去除一下 這樣的修飾效果就會非常的好 來平梳 看到這邊貼著 這邊有預留 去除角度 這算是一個連接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男生頭要剪得好啊 這個連接點是最重要的 轉到後面的時候這一塊對不對 轉到後面的時候這一塊對不對 一樣下面貼著上面不要完全貼 順的梳上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是平行連接 再來直立連接 這樣的兩側連接 整個的頭型可以看一下 側邊的修飾啊就非常的好 不會有任何那種斷層的感覺 再來再拿出我們的小墊繭 這個啊 小墊繭是有兩個兩段式的喔 第一段啊會比較弱一點 第二段比較強 我都用第二段 然後去把輪廓邊邊這裡 稍微修銳利一點 讓它俐落度怎麼修飾出來 尤其像這種併腳比較粗的啊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點往後下斜線 讓它併腳有一點尖銳度 像這樣 從太陽穴的位置 慢慢的往內修喔 不要一次修到底喔 你先修一點點 去看一下 像這樣的空間其實就差不多 不用修到很尖沒關係 但是不要讓它那麼粗 然後完成之後啊 我們再把旁邊的耳朵 調整一下 讓那種多一點的長度修掉 修完之後 到耳朵後面 把這種多一點的長度 稍微去除 這樣 反著壓往下拉下來 這樣它就會很俐落了 然後頸背去這裡剪一個平行線 把我們頸背的俐落度塑造出來 好那側邊到這裡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它整個輪廓俐落感是非常好的 而且看起來是很清爽的 大家可以看另外一邊還沒剪的長度 這邊長度就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啊 那我們在連接的時候要注意就是做修飾 用梳子去做連接 那連接完你就不會有這種 頭腳斷層的問題 那另外一邊我用一樣的方法先完成 好我們第一個區完成了 接下來再來一個挑戰喔 就是兩側放下來之後 也是很多人遇到的問題 該怎麼做連接 因為我們剃完之後啊 你會發現上面跟下面它有一個很大的斷層 對不對 那這斷層呢 該怎麼做修飾 該怎麼做連接 這個時候啊 我們可以先換成我們的剪刀 然後 看到我們剛剛修的 這個長度的高度 有沒有看到我們保留的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保留的用意呢 就是要去連接 我們放下來的頭髮 我們先從側邊這裡開始喔 梳上來 然後可以看到頭髮這個高度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梳的位置就是在這裡 梳上來 把多餘的長度 先修掉 剛好讓它落在我們修飾的這一個位置上 頭角的這個位置上 梳起來 做修剪 你看這樣梳上來 它會剛好 去在我們頭角保留這個區域的長度對不對 好順著這個型呢 往後面連接 然後順著這個頭型 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預留的位置 順著這個頭型頭角 去做連接 然後連接到後拿掃 這樣剪起來的頭髮呢 就不會再有斷層 然後也會很好看 又可以做到我們頭型的修飾 來看 這樣的斷層就沒有了對不對 修飾度就會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剛剛剪的位置 就是在我們保留的這個長度上面 順著放下來 梳子梳上來 做連接 好 梳順 這樣就OK了 到另外一邊 到前面也是喔 好 兩側跟後面 都連接完成了 接下來 就是瀏海的設定 以及上面的層次調整 那瀏海在修剪上 我會應對兩邊剪的長度 去做連接 先把它平的梳下來 可以看到這邊長度比較短 那我們直接 保留前面的長度 旁邊稍微連接起來 然後再來剪中間 一樣順著比較短的位置做連接 到側面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喔 這邊比較短 這邊比較短 中間這一段要修掉 梳起來 直接連接起來 OK 好 最後一個步驟 站到模特兒的側面 從後腦槽位置往上拉90度 把長度修掉 我們製造出一個高層次的這種效果 你會看到這邊比較短 前面比較長 我們做連接 這就是一個高層次的連接 它可以讓它的層次感比較豐富 然後線條也會比較俐落一點 好 中間已經修完了對不對 兩側這裡提拉上來 做去角的動作 把這個多餘的長度 這個三角區塊把它修掉 那整個修完這款髮型修剪也完成了 好 整個都剪完了 最後就是打薄 我們換成15%的打薄剪 在頭腳剛剛修過的兩側這裡 做一個調整 調整的時候 梳子往前梳 在梳子的上面尾段這裡稍微調一下 1 2 3 梳 梳 調 好 換另外一邊 往前梳 1 2 3 因為這樣它會讓它的柔和感 變得更好 連接式會比較好一點 好 兩側完成之後呢 我們回到中間 中間這裡做一個V型的打薄效果 來 伸進去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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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一邊 1 2 3 每個間隔都在一個手指左右的空間 好 這樣整個打薄都完成了 吹乾給大家看效果 造型已經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效果 兩側俐落感包含後腦勺 它的長度呢 我們沒有推到很短 但整個頭型 以及兩側這種俐落感是非常好的 那上面的層次呢 我們沒有剪到非常短 我們保留一點長度 做一點造型的修剪 那這款髮型我再強調一下 今天的整個剪裁重點 第一個步驟呢 兩側我們使用4.5mm做修剪 修剪完記得 我們先用平行的去角 再來用直立的做去角 整個去角都完成 下板就完成了 接下來第一個重點 頭髮放下來 先用剪刀去做一個連接 整個連接都完成之後呢 再來瀏海以及頂部區的層次修剪 最後就是打薄 這個造型就完成了 你學會了嗎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最後送大家一句話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你需要開始才可以很厲害 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我會一一回覆給大家 如果沒辦法回覆的 我在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對諾曼使用的產品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點開影片下方的 顯示更多 以及更多內容 就可以點選我們的賣場 及表單 直接做訂購 下方連結也可以追蹤 諾曼的IG及臉書 每天發布最限動態 以及髮型作品 如果想找我們改造髮型 也可以點選我們的 線上預約系統 我們在台南有三個據點為大家服務 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